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們今天要來看一元二次方程式的解 然後是根與係數的關係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我們今天的主題喔 那我們就是給定一個十係數方程式 那as平方加bs加c等於0 那其中我α跟β是這個方程式的兩根 那我們知道由α跟β可以知道 我們把它以前在做一元二次方程式的求解的時候 我們最後可以因式分解 或者用其他的公式減等方式或配方法 可以把它寫成x-α乘上s-β的括號等於0 所以我們可以把這兩根還原成這個式子 那之後呢 因為我們原來假設的方程式是as平方 領導係數是a 所以呢我就在這個括號的前面乘上一個a 使得同學們在螢幕上看到的這個東西 就是兩個括號前面再多乘上一個a 好之後我就把它展開 展開之後呢會變成最後一個式子 它就會是as平方 減掉a倍的α加β x加上a乘上αβ 好那再來哦 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如果跟我們原來剛剛假設的 一元二次方程式as平方加bs加c等於來做個比較吧 那我們就會知道剛剛的一次項的係數是b 那我們剛推導的時候它叫做-a乘上α加β 那我們常數上的c呢 就是會跟aαβ是相同的 所以由此可知 如果我把第一個式子-a乘上α加β的-a 除到右邊去 我的α加β就會等於-a分之b 那同理第二個式子 a的αβ等於c 那我一樣把a除過去 我的αβ就會等於a分之c了 所以啊我們就把這個東西叫做一元二次方程式 根與係數的關係 分別就是α加β它會等於-a分之b αβ會等於a分之c 好那我們再來看一個題目好了 題目來加深我們一些根與係數的一些算法 或者是一些觀念上的東西 好我們來看一下題目吧 這個題目有點長哦 他說給了一個一元二次方程式 那他叫做x平方加5x加3等於0 兩根為α和β 那要求下面的各小題 第一個小題是 α平方加β平方是誰 第二小題 α的三次方加β的三次方等於誰 第三小題 如果是α-β掛絕對值的時候 他又是誰 第四個 α分之β加上β分之α等於什麼 第五個 比較稍微有進化一點的題目了 它是 α平方加5α分之1 再去加上β平方加5β分之1 它的結果又會是什麼呢 好那我們來一題一題來看下去吧 好首先 我們知道 α-β是兩根 是這個x平方加5x加3等於0方程式的兩根 所以有根與係數的關係 我可以知道 這兩根的核 α加β它會等於-5 兩根的成績 也就是α乘上β 會等於3 所以呢 那我們第一小題 這跟以前 在第一側第一章 一些 在數與4那一章裡面的有一些求值的算法是差不多的 只是我們今天把它變成根與係數來去處理 好所以 我們第一小題的話 α平方加β平方 它可以寫著 喔 括號的α加β的平方 再減掉兩倍的αβ 那當然了我們α加β等於-5嘛 所以把它丟進去之後 它就會變成-5的平方 減掉2去乘上αβ是3 所以減掉2乘上3 最後就是25 去扣掉6 它會是19 好 這是第一小題 是不是看起來還蠻簡單的呢 來 我們再來看第二小題 欸 就要用到以前第一張 數與師那邊講的立方合的公式了 好 那立方合有立方合的公式 那我這邊提供了另外一種求值的方式 也就是說 我α3之方去加上β3之方 它可以寫成α加β的括號三次方 再去減掉3αβ乘上α加β 那一樣α加β是-5 所以它就會變成是-5括號的三次方 那αβ一樣是3 所以就去減掉3乘上3再乘上-5 所以我們就可以得到-125 再去加上45 那也就是這題的答案 它就是-80 好 再來我們來看第三題 欸 欸 那如果遇到α-β 掛絕對值的時候怎麼辦 欸 你們會說 老師 我又不知道α跟β是誰 那我要如何去判斷 α到底比較大呢 還是β比較大 那我是要利用公式解 去把α跟β找出來嗎 可是 那這樣子找出來的話 那我們之前做的α跟β的根與係數 感覺上好像白做了 那怎麼辦呢 首先呢 我們要知道就是說 絕對值出來的數啊 它一定是正數嘛 所以不管今天α跟β誰大誰小 出來的 好 我就一定是正數 那碰到絕對值的時候 有的時候我們會做 一件事情去處理 也就是我們去把它怎麼樣呢 平方 平方完之後 但是 欸 跟原來的數其實不一樣吧 因為我們平方化了 所以我們還要開根號回來 而且 要找正的根號 也就是α-β 絕對值平方的正的平方根 好 所以我們取完根號之後 我們得到第二個等次 它會是根號的 我絕對值就直接乘開 它就是α平方加β平方 減掉2αβ 好那剛剛的我們αβ α平方加β平方 欸我們是不是剛剛已經求出來 它是19 所以呢 根號裡面就會變成19 再去減掉2乘上3 好那就變成根號19-6 那也就是根號13了 那它第四個小題 欸 這兩個分數 相加 那怎麼辦呢 一樣α加β 加上β分之α 對不起 更正一下齁 第四小題 它是α分之β 加上β分之α 那我要怎麼去處理呢 一樣 我們就把它通分吧 分母它就會變成是αβ 那我的分子就會是α平方 加上β平方 那當然αβ我們知道是3平方 加上β平方是19 所以最後它其實就是3分之19 好那再來 欸那最後這個方法 欸 第五個 好我們α平方加5α分之1 再加上β平方加5β分之1 哇 這個方法 如果用剛剛第四個小題 我用通分的話 好不好做呢 其實你們可以自己試試看喔 如果通分完的話 你就會發現 哇這個分母實在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分子倒是還好 可是分母你要把它盛開 把它展開真的會有點太慢了 那你可以去仔細觀察喔 我們的方程是原本叫做 x平方加5x加3等於0 那我們α跟β它是兩根嘛 既然它是兩根 那也就是我這方程這兩個解 那既然是兩個解 我當然把α跟β丟進去的話 它會變成怎麼樣 它是不是剛好會等於0呢 也就是會得到α的平方加5α加3會等於0 那β平方加5β加3它也會等於0 欸 有這個有什麼好處 有沒有看到有α平方加5α這個名字 在我們的題目裡面好像有這個喔 β平方加5β好像也在題目裡面出現過喔 所以呢 你會發現 如果我把3 左邊的加3全部移到右邊去的話 你就會得到α平方加5α等於-3 那β平方加5β是不是就等於-3呢 那這個題目其實你就會發現 它突然變得瞬間變得非常的簡單 好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怎麼做呢 我原本的α平方加5α分之1 再去加上β平方加5β分之1 欸 它就可以改成什麼呢 -3分之1 再去加上-3分之1 那它就是-3分之2囉 好 所以 那我們這堂課啊 就到這邊囉 好 謝謝你們的收聽喔 來..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